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面的人震惊 他们家里这些人都吓傻了 起死回生啊 陈老他爷那个没有亲见 虽然心里惊讶 但还没有震惊 这一次 他们可是亲眼所见的 真的是神医啊 真的是先人弟子啊 还没呢 仆妇答道 啊 睡了两天了 来打听的仆妇 惊讶说道 黄泉路上拉人回来 必然是要费大力气的吧 那仆妇想了想说道 一边冲他摆手 快走吧 快走吧 仆妇信信转回 转过身没走几步 就迎头碰上周六郎 他还没醒 周六郎直接问道 是啊 公子你说 要不要请大夫来瞧瞧啊 起死回生之树的声音 请大夫来瞧 周六郎面色古怪 屋子里 秦郎君放下什么的查处 很干脆的说道 请 请大夫 周六郎问道 有些好笑 秦郎君说啥 看着周六郎 六郎 果犹不及 鬼神之说 愚民之谈 证人君子不与怪力乱神 此前名声为己 众人好奇乱谈倒无法 经此一事 长娘子在京中也算是得名 不管私下怎么流传 但名面上此名必须要正 否则对他不好 周六郎沉默一刻 哼声说道 只怕他不识好心 秦郎君微微一笑 拿起查处 继续研磨自己新调配的茶 说道 只要是好心 人都会识的 看着仆妇应声要退出去 他又想到什么 嘱咐道 娘子可是睡了两天了 请大夫要急一些 也不用捡这有名的大夫 去那最有名的大药铺 随便拉一个就好 关键是 要急 呃 是 仆妇领会应声是 周家下人动作很快 不到一盏茶的时候 大夫就被拉进了周家的大门 敲响了成交娘的屋门 嗯 做什么啊 婢女拉开屋门 带着明显的怒意 低声喝道 目光扫过仆妇落在其后一个老舌身上 再然后 看到院门外 副手而立的周六郎 娘子睡这么久了 老爷夫人很是担心呐 请个大夫来给瞧瞧 仆妇小心地说道 婢女目光闪烁 再次审视他们一刻 等会儿啊 我看看娘子醒了没 她说着拉上了门 不多时 门又被拉开了 大夫请啊 婢女恭敬说道 一面侧身礼让 看着大夫迈进门 店门外的周六郎转身离开了 室内 罩帘都垂下 光显昏暗 老者被引进了卧房 一眼便看到了卧榻上侧卧的女子身影 她低下头 闭开视线 娘子 大夫来了 请卖吧 婢女说道 掀起连杖 拉出一只手 大夫忙跪坐下来 看着面前的手 少女小小的手 干瘦 昏暗中看来 有些不合年纪的枯燥 甚至几根手指肚上竟然还能看见保检 大夫忙侧开视线 打卖 一刻之后 又换了另一只手 如同方才的右手一般 左手的几根手指肚上竟然也有一层保检 是什么会让左右手指肚上都出现检子 大夫说道 请掀起帘子 要观色 是 婢女应声是 掀起了帘子 锦背下瘦瘦瘦瘦瘦的形容展现 大夫认真地查看 点点头 婢女放下帘子 外边 周夫人已经闻消息过来了 大夫被请到外边 不带坐好 就急急被问 夫人 小声点儿 我家娘子还睡着 我家娘子还睡着 都是你这婢子 怎么这样了 还不告诉我 周夫人树梅鹤道 既然还说什么 睡着不要打扰 愧疑得我放心不下 脚脚要是有个好歹 你耽得起吗 婢女翻个白眼 扭个头 不理会她 大夫 如何啊 她看着大夫问道 大夫 宁神思索 说道 娘子神疲乏力 呼吸气短 想必不能起身 头晕眼花 婢女点点头 神情有些紧张 面色苍白无滑 指甲色淡 脉细弱无力 这是气血两须之症 果然是病了 可是 她自己是神医呀 怎么就病了呢 周夫人也没想到 真的能看出症状来 顿时吓了一跳 喊道 神医 老大夫慢悠悠地看向卧榻那边 目障垂垂 遮挡了视线 但老大夫眼前还能浮现世才所见的女子形容 十四五岁年纪 苍白瘦小 不用诊脉都能看出病态 这两日 有关周家有个娘子起死回生的事 药铺里自然也已经听到了 世间奇人 有某种印证的秘密方计也不稀奇 比如城外五里庄有个老妇半点不懂医 却有家传的专治赖利头的方计 大夫们倒没什么大惊小怪 当听到周家请大夫时 更印证了猜测 老大夫慢悠悠地说道 医不自治 只要是人吃的是五股杂粮 自然会病 又不是神仙 老大夫最后一句还刻意地看了周夫人一眼 加重了语气 老大夫的意思 周夫人自然听得出来 顿时竖眉 这老匹夫 感情是来拜会我家交交名气的 好容易神医之名大起 竟然被一个庸庸无闻的老大夫来指说 怎么可忍 哼 你自己庸庸 别说别人 周夫人冷横一声 不行不淡地说道 大夫最忌讳的就是庸这个字 老大夫顿时急了 我庸庸 看不了你们领情高明吧 他伏秀说道 来人 送 周夫人一直说道 别你跺脚 夫人 我们娘子正病着 你赶走大夫 安得什么心呢 我安得什么心 不是你说没事只是睡着的吗 这时候又整我的心了 周夫人气急 婢女顾不得理会她 拉住了大夫 我家娘子只是会知必死之障 其他的又不坏 她急道 一面看大夫 您快去看看 怎么好啊 这话还算实诚 老大夫面色稍缓 别急 这个病无碍 好好地养一养就好了 她一面说着 一面斟酌药方 至当不济养养血 方用人参养溶汤加减就可以了 婢女点点头 她看着一旁的仆妇丫头们说道 快去跟大夫抓药 丫头仆妇们愣了下 看周夫人 不如还是让娇娇自己斟酌下药方 周夫人迟疑着说道 夫人 我家娘子都这样了 你还想怎样啊 婢女喊道 周夫人气急 你家娘子都这样了 你怎么才告诉我 你这丫头 倒有理了 周六郎在门外说道 母亲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先去抓药药解 一面三副仆妇背车 送大夫回去 看着大夫一脸不屑的告辞而去 周夫人也没心情留下来 气呼呼的回去了 你说 这是不是耍人玩呢 先是这不治那不治 然后又必死不治 治好了吧 这自己又病了 折得人哪 母亲 这样也挺好的 周六郎说道 一面将其浪君的话说来 周老爷点点头 没错 没错 如此更好 如此更好 鬼神之谈本就荒唐 我们周家可是堂堂正正的人家 周夫人还有些迟疑 作为妇人家 她倒觉得鬼神之说 才是最让人幸福的 真是妇人之见 他们怎么说是他们的事 不管怎么说 只要我们教教 其子回生是真的 就足够了 有了事 他们还不是要来求 仔细地包了药 收了减肺 看着周家的仆妇离开 药铺立刻炸了窝 嗡了一下 把那老大夫团团围住 真的是给那娘子看病了 难道会提死回生的大夫 也是医者不自医 多的年纪了 什么样 各种询问乱哄哄地想起 老大夫好容易挣脱 病人之事 怎能拿来随意谈论 他义正言辞地说道 莫谈 莫谈 虽然老大夫谨守规矩 但周家给成娘子 请医且抓了药的事 却是事实 很快就传开了 这让才传开的 沟通鬼神的消息 顿时变得混乱起来 能沟通鬼神 所以才能起死回生 你瞎说什么呀 那娘子根本不呢 要不然 自己为什么还会生病 那是因为沟通鬼神 耗费的气血所致 说的你好像沟通过鬼神色的 你懂什么呀 九楼茶寺 说起这个传闻时的口角很多 甚至有张论的脸红脖子粗 直接打起来的 最终不知哪个 先提出新的猜测 这娘子不是遇仙人了吗 应该是有仙人赐予的 起死回生的方计 且并非是自己 就具有仙根了 所以他能 也只能治必死之人 而其他病症 包括自己都不会治 此言一出 立刻得到不同观点 双方的认可 不信鬼神的 只会听信 秘籍方计这一点 而信鬼神的 也对御仙这一点 表示满意 反复下来 这个观点 最终成为最广为流传的版本 伴着这几经起伏 反转多次 正月未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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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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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